你像那个高僧传 那个基斯传 都是很老实的 我们现在的人学佛 突击木桥的那种 用一个侥幸的心态 这个是不行的 学佛一定要用你的真诚心 真诚心都是老实 恭敬心都是老实的 做到老实真的很不容易 肯念 肯修 肯学 而且最主要的肯听话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毛病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又不老实 又不听话 它真的很麻烦 所以念佛不能得力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师父 我好辛苦 每天念佛 但是烦恼照旧 怎么办呢 不老实 你看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故事 因为讲到这个金刚经 这个故事 在1924年 在那个时候 轰动了整个社会 引起这些新闻日记 来报道这个问题 这种事情 1924年呢 1924年呢 有一位和尚 名叫巨行和尚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巨行和尚 有没有听过 就是清朝末年的那个时候 光绪 光绪 皇帝 那个时候清朝末年 皇帝那个时候是光绪 33年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很精彩 如果大家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不得了 哇 那个真的不得了 那怎么讲呢 这个巨行和尚呢 他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 他往生是怎么样的 用他的念佛三昧真火 把他的弱身啊 自化往生的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那一天 那一天夜里啊 这个巨行和尚呢 用他的这个念佛三昧真火 自化往生 然后呢 这个 引起了这个 这个道光啊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出现了这种道光冲天啊 然后引起这个地区的人啊 来看 哎 又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在山上 会有这个一道光 往这个天上去冲呢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日报 就昆明日报 记者 来报道这个问题 来看到这一幕 非常的赞叹 引起整个社会人士 来看到这一幕 最后 连这个西云老和尚 也来拜访 来看到这一幕 那巨行和尚是谁呢 他为什么念佛 有这些能 这么大的成就呢 他的根基 是谁给他建立的 他为什么修行 有这么好的成就 这个故事啊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巨行和尚 他的俗名啊 叫做阿边 因为啊 这个清朝末年啊 内忧外患 就是说整个国家家破人亡 苦不甘愿 明不了身 很多老百姓活得很辛苦 都没办法吃饭 很多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问题 所以害了老百姓活得很辛苦 那巨行和尚呢 在这个光系三十三年的时候 因为他的家里的本来是种地干活的 他是因为天灾的影响 没办法 所以啊 听到这个云南几株山 就是徐元老上啊 在招工 就是呢 听到这招工的时候呢 这个巨行和尚啊 他的名字叫阿边的时候呢 也来找这个工作 因为他家里上有老母 下有儿 有妻儿啊 有两个儿子啊 如果他不工作的话 他家里要吃什么了 所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都能够干 刚好 袁南几株山 徐元老上在招工 他去找这个工作 跟徐元老上祈求 能不能给他一份工作 因为家又有老母 又有家里的妻儿 如果不工作 我怎么办 后来呢 徐元老上留下 就给他工作 而他的工作是很出工的 很苦工 很辛苦的 吃肥啊 调粪啊 调水啊 砍柴啊 种地啊 做一些苦工 做得很辛苦的 但是阿边呢 他有一个好处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从来不讲话 人家跟他打招呼 他一来都不讲话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称呼他什么呢 称呼他 笼子 有人骂你 你是龙子 你会不会生气呢 突然间有人莫名其乐 骂你 你是龙啊 你会不会生气 这个大家自己能够解答 我不用给大家解答 大家自己最清楚的 但是呢 这个俱行和尚 阿边 他从来不计较这些 人家怎么称呼他 怎么讲他 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虚言老和尚跟他讲 哎 你是人在工作 你可以一边念佛 还没想到有一天啊 这个 虚言老和尚 要传见 天天听 虚言老和尚开始 后来啊 觉悟到 这个人生很苦 人生很苦啊 祈求呢 虚言老和尚 给他剃度出家 但是你要剃度出家 你一定要经过 你的家属的延续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俱行和尚 在这个云南几书山 住了一个月 他的家属全部过来了 全部过来是因为灾害 还有这些地基组 没办法 所以啊 一家人全部到这个吉组山 来找这个俱行和尚 俱行和尚啊 也不是把他招待过来的 后来啊 因为这个虚言老和尚的慈悲 把他们缩留 所以在后山 住下来的冒犯 但是因为经过的家属 家属已经统议他出家 他出家了 那出家呢 虚言老和尚 除了教了他念佛 还教了一个道理 教他怎么去学习呢 大家要听好了 虚言老和尚啊 告诉俱行和尚啊 你虽然是念佛 但是你一定要开悟 怎么开悟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 我的心中突破 你的我值 才不会变成你的障碍 对一切处 一切死 一切人 一切事 你能够不执着 寻言 那你的修行都很快地成就 你不要把自己 我当作是我 你也不是你 我也不是我 你这样的 修行 你听得懂吗 虚言老和尚 问巨行老和尚的时候 巨行和尚的时候 你听得懂吗 巨行和尚啊 怎么说呢 他说 我听得懂 今天我们看了金刚经 师父跟你讲了几句话 或是我们的老师 跟你讲了一万病 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 真的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听不懂 修行和尚 真的落实 他的根基 寻言老和尚 把他鉴定了 念佛 在修行 对这个我像 人像 众生像 朔者像 慢慢地 从心中的我 去突破 没想到 成功了 那有一天 他就是这样 就是用他的 这个念佛上面的生活 自化往生 那自化往生的时候 他全身都存在的 所拿着引擎 拿着引擎 那个引擎没事 但是全身已经被这个 三面真火 已经自化了 当 修行老和尚 到这个现场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 现场 对他 非常的 振战 世界上 所有的法师 讲经的高僧大德 都比不了你 当 修行老和尚 告诉他 你该走了 你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 整个人 化为灰尘 剩下这个引擎 想一想 尊敬的 最童修大的 人家是怎么修行的 真的用兄弟 真的在用功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我们能不能 我们行不行 在看个人 所以真的 俱行和尚 他这个故事里面 虽然没有全部为大家说明 但是实在讲的 他真的 他看透了 他掺透了 人生之苦 人生之无常 事实的真相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对一切的万物 对一切的法 他不再执着了 一心一意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心一意 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最后 做了一个榜样 做了一个样子 做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不可思议的功德 让大家能够看了这一幕 没想到 度了好多好多的人 那今天我们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问题 把你的我值的存在 慢慢的去克服 去突破的话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这一个善缘 你还没真正入门 你还没真正入道 那我们该怎么修呢 从这个地方 你慢慢的下手 这个身体本来不是我的 所有的万物 也不是我的 一切人 一切我所看到 所听到 也不是我的 都是假的 你能够这样想的话 你那个心的清净 慢慢的出来了 你对一切的万物的执着 慢慢的看破了 你对这句名号的 念佛的功德利益 就慢慢会出现 这样念佛 你就会能够得力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 金刚经所讲的 凡所有相觉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就是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人生是假的 总有一天 有生必有死 没有一切万物 都是我们的 总有一天 它会离开我们 你也带不走 一事好 你都带不走的 能够许远 能够 从心地上里面 能够放得下 看得破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看到哪一些人欢喜 看到哪一些人不欢喜 看到哪一个善缘 你不起了贪恋 看到哪一个恶缘 你不会去造业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不会 你能够把这个清净心照顾 那今天我们念佛 一定会得力 那这个得力最大的 就是能够将来 待业往生 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